我想在这里是不是请蔡主委 好 请我们蔡主委 潘伟员好 主委好 主委我想在这里呢 这也是大家一直最关心的 也就是核能安全 当然我们今天 这个最主要也先针对核四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这里 当然我们核四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特例 因为他从决定 大概是1980年 我们台电提出来要新建核四 但实际上1999年才开始新建 可能当中历任了八任的总统 八任的总统 又这个曾经这个停建 又开始复建 那实际上呢 这也是我们台湾史上 可以说是延宕最久的一个公共投资案 那我刚回到这里面就是说 当然因为今天我们大家也都提到 因为他原来已经就最早核定 也才1697亿 是 最后我们花了2736亿 再加上辅导之后 102亿已经是2838亿 那最后还要花多少钱 还不知道 因为可能要等到 因为今天我听到师研部长是说 等到明年6月 这个检测完毕 然后整个这个评估下来 多少钱 至少还要几百亿 他刚刚好像讲是说 今年6月 对就今年6月 今年6月 整个这个 然后呢 再来计算 公期才决定这个钱 但我想几百亿跑不掉 绝对不是在100亿以内啦 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呢 这边啊 我想请教就说 既然我们说是在安全无虑的情况下 所以我在这里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资料 当然这个大家也都看到啊 就远见做的这个专辑 林宗瑶教授所说的这些话 当然也提到 您刚也提到就说 这个NRC 很快也要来我们台湾再做 再做一个给我们的 协助 协助我们做联合市场 他大概什么时候 可以来 这个就要看 呃 刚刚司研部长讲 他们新提出来的公期 那我们再做确确的这个日期 对 不过在 我还是在强调就是说 在这之前 其实NRC跟 日本的这个管制单位 都有来协助我们做 个别系统 或者是个别 呃这个专案的这种视察 所以呃 呃那个只 刚刚委员讲的那个 只是到最后 要呃做一个总检讨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呃 比较完整的团队来来协助我们 是 是 当然因为这里面呃 呃我记得如果我看到这个里面 这个他们的报导哈 是说多年前 连日本的专家 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核能的管制监督机构 所写的报告里面都说 他说工地不安全 担心这个日方人员有安全的风险 因此不能确定以后 是否能来继续协助 只要是有 来 那是好几年前了 哦对 那个时候的工地的状况 确实不是很理想 是 那所以呢 就说连奇异公司也认为 呃这个原来的这个原子炉的设计师也说 他说呃 看起来好像是不大能运转的电厂 实际上 现在也改变了吗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这个 这个部分我不清楚 报导上面说的 我想您也看一看啊 所以呢 因为您要负责最后的把关 那实际上 我们看到这里面啊 台电公司有18公项的一个说明 那这也是我们原子能委员会 当时这个检测出来的一个这个状况 我想跟委员报告 这18公项是台电他整理出来的 可是其中确实有很多项目 是我们过去几年 发现有问题 所以开违规 或者是注意改进的事项 那这些事项 大概加起来大概是占其中的 大概七八项左右吧 那可是有一部分 这个台电在最近这段时间 整理的过程里面发现的 那一起纳进去检讨的 我想整个加起来有12项啊 我们会列入管制 好 这12项管制 目前因为从你们发现这12项到现在 多久了 最早大概有 我记得没错的话 大概有97年的一些问题 一直到现在 还没完全解决的 所以一共这12项 您认为从97年到现在 这个不能解决的 您觉得它能够解决吗 目前看起来 我想个别的项目啊 有些个别的原因啦 我想我就不止 仔细在这边跟委员报告啊 那可是问题的解决 其实也不是说 哪一项发生问题 那一项就解决就可以 而是需要配合一些 其他的这个系统 一并来考量 那有其中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因素 也是因为有些部分 得需要有原设计公司的 这个的这个同意啦 或者参与啊 因为会牵涉到设计变更 那据我的了解 据我印象里面 大概台电跟G1 完成这个续约谈判 好像也是在99年上 好像99年的2月 才完成这个动作 所以从那之后 G1的这个资源 才比较 比较充足啦 所以 之所以会有比较早期的 还没有解决 我想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那我想请问主委啊 就是说 这个试运转程序书 您现在有看过吗 我个人当然没有看过啦 因为太多 我想这是比较技术性的问题 这个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同仁 他们会仔细的去做 这个 这个review 主委 我觉得对这个部分 因为非常的关切 也非常的必要 而且如果社会上有质疑 我觉得对这一部分 因为大家认为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 试运转程序书 当然台电就照着这个来做 但是这个试运转程序书 因为当初的这个顾问公司 例如石威这个公司 因为他没有做 做不出来 后来呢 也没有专业去 这个去做 所以到底现在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担心的一个部分 我想 我想 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 也应该主动关心 不是说 反正我 当然有 当然是关心 只是说刚刚委员问我的是说 这个试运转程序书 我有没有去看过 我当然没有逐条去看过 可是这个事情 当然是我们很关心的 这个你们原则能委员会的这些人去看过的结果 他们认为怎么样 到到目前为止 绝大部分都已经改进的这个的状况都已经很好了 对 尤其是我们所比较专心管制的这个一共有大概一百八十几项的这个试运转程序书啊 里面这个cover的大概差不多六七十个主要的安全跟可靠度的这个系统啊 那这些部分呢 我们会把它当作一个重点 那这个部分比过去大概委员提到一些林忠祥先 他在差不多三四年前提到的已经改进了很多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原来现在虽然说有二十个人开始共同关心监测嘛 对不对 现在我们原则能委员会是不是有二十个人 在核四场 二十个是 那就三个人正式驻厂 不是 是这样子 那是怎么样 二十个是比较核心的分子了 那当然这个也有一些资源的等等的 那当然会人数会比这个更多 不过这人数我想主要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 我想我们对一个这个核能电厂的这个监督啊 还是要从他的制度面 也就是平保的这个制度 三级平保的这个制度啊 会要求他改善到 从他第一线就把这个品质做好 那所以 所以并不是要我们去整个去管理他的这个整个品质 不是要去管理 但你要去监控嘛 监管嘛 这叫真控啦 但是所有的安全性你要随时能够理解 那当然 对 我想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就三个人 我想全世界的管制单位 全世界管制单位都有 你现在是不是就三个人在里面 每天驻厂的两位 两位啊 连三位都不到两位 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主改啊 现在我们将来啊 是要到科技部去 是不是 没有 现在大概初步已经决定 但还没有定案啊 不过初步决定是从科技部拿出来 哦好 因为我觉得如果到科技部 我担心啊 你现在人 根本就不可能增加嘛 因为你大部分到能源署去了嘛 到到经济级能源署嘛 那是很年旧所的部分啊 哦 对 我们原能会的部分 不会减 不会减 不会增加 好 那跟委员报告的就是我们 人还是一个关键啊 美国的这个 NRZ它有两千多位工程师耶 哦 没错 可是可是委员知道 美国有104个机组耶 是 那我们我们目前只有三个机组 然后加上核四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机组 是 没有 所以你这样算一算 但是我觉得人还是不能少 就两个人嘛 那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开玩笑 但这个也许我只是开玩笑 跟NRZ的commissioner在聊天 我就算一下 我说你两千个人除以一百 大概差不多每一个机组二十个人 那我们假如算八个机组的话 乘以二十 我们只需要一百六十个人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人太多 这个当然只是开玩笑 可是我的意思其实是说 不是看人数的多少 而是看你按照全世界的这个安全的规范 这个最佳预算的行政程序啊什么等等 这我们不管 我们不管 因为 我们重点 你现在安全要先过啊 所以现在 我们重点 我们重点还是 我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的十九大项 七十五小项的管制项目 非常明确 要他做到什么样子 我们才能够认可 这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有很多国际的标准 很多我们国内的规范 我也希望 主委你能不能邀请这个NRZ 提前不要等他做完 现在就先邀请 现在都有了 来来请他 陆陆续续都有啊 先给我们做最好的建议好不好 陆陆续续都有 因为我们刚才 先部长也说了 增加我们整个 核能安全的这个人员 他是支持的 也赞成的 因为我们这两个要合一嘛 因为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嘛 好不好 那对这个部分 我想陆陆续续 NRZ都要来协助我们 那我刚才强调的是 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专业的团队 在旁边只是观察的这个部分 我们这样的话 没有没有不是观察 是不足够的 好不好 是 好谢谢 谢谢 那在这里呢 我也把这个当时啊 这个我们林中尧教授的一些建议 我也做成我们附带决议啊 那为什么呢 我们也希望 针对他所建议的部分 我们能真正来通盘检讨 在完成的工作项目内容 还有所有全部的这个项目的安排 是不是有富有经验的 这些人士来担任 还有试运转的程序书 要力求正确 完整 还有严谨 还有呢 这些人员也应该非常的这个丰富啊 等等 还有你们应该到现场来参与这个实质的监督 那我想那作为一个核发证照的一个依据 那等等 那我想对这部分呢 我们也希望变成一个具体的建议 据我所知他提出来那六项建议 前五项是台电要做 但第六项是针对远能会的部分 我们其实已经已经是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说了没有核安没有核能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 是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